哪些国家是几乎不可被征服的 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外国人列出的前五让人意外 东方无一上榜 因为在对抗疫情方面取得不菲的成绩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直线上升 不少人都称赞中国 是面对任何困境都无法被征服的国家 但有意思的是 在国外一个问答网站上 外国网友列出的五个几乎不可被征服的国家中 中国并没有在榜单中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榜单中没有一个东方国家上榜 从网站上的回答来看 第一第二名毫不意外 美国和俄罗斯以超强的军事能力 以及地理环境而站起榜单最顶端的位置 排在第三位的则是两个并列的国家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根本理由都在于地广人稀 一个靠近寒冷的北极 一个有着流动的沙漠 而70年里打了八场战争的以色列 则排在了第四的位置 他们自1948年开始就一直为生存而战 他们非常了解如何不被其他国家征服 外国网友表示 以色列非常擅长辞到 毕竟在国家成立之初 他们就曾同时击败过五支阿拉伯军队 并且在1973年的时候 仅用六天时间击败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因此说以色列不可被征服 并没有任何问题 而排在第五的则是有着帝国坟墓之称的阿富汗 要知道即使是在世界历史的鼎盛时期 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印度帝国 甚至英国人 俄国人和美国人 也无法统治或征服这片土地 尽管说起来 这些国家确实有着不可征服的特点 但以他们和现在中国的实力对比 中国不在榜单中确实让人意外 更让人意外的是 号称有着全球第四大军事实力的印度 也同样在前五之外 就以目前的中国来说 空军和海军得到了急速的发展 五大战机远程战略运输机的先后亮相 让中国在空中力量方面的短板得到迅速补齐 作为美国之后 第二个能自主研发制造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 中国的能力得到了全球的肯定 而在海面力量上 山东舰的服役 让我军在向远洋迈进的道路上跨越了一大步 即使全球最强的美国海军 也丝毫不敢在中国家门口前变得放肆 因此当这份榜单出现之后 瞬间引起了很多非议 有分析人士称 这份榜单实际上只是一个趣味性的评比 毕竟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很容易被征服的 当然这里要将那些非洲的部落们除名在外 换言之 这份榜单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毕竟说的再多都不如做一下 就算中国现在不在榜单中 但谁又敢真的和中国对上呢